字幕提供 好 A1解困 早晨 下班 下班 不用做了,好棒 是的 因為今天真的沒什麼新聞 好 星期一通常就是這樣 通常都是這樣 但今天是散的 星期一流流 為什麼散的流流呢 譬如說今天有兩宗關於教育的新聞 其中一宗就是 上學即偶 其實通常九月才有開學的新聞 但我也理解的 有些幼稚園或者小學是提早開學的 這個星期就開學了 但是上學即偶五歲女患開學焦慮症 真的可不可以算是頭版新聞呢 這個值得相確 另外一宗就是 我看上去好像很大件事 哇 紅磡隧道主幹道沉降 因為理工大學這棟新校舍起到沉降 但原來是險沉降 差點沉降 就不是新聞了 另外還有一些更加不是新聞的 例如說 剛才說的小朋友 老人家沒有人讓作給他 站到臂 因為很多老人家有兩宗答成優惠 你說是不是新聞呢 老人家是應該關心的 小朋友有憂慮症應該關心的 但是真的很難說得上是新聞 這個更離譜 你看看 多恐怖啊 這隻爪 但其實那隻動物是這麼小的 放大了 是啊 那就是土撥鼠 就說土撥鼠會傳染鼠液 風狗症和冠狀病 老實說 傳染鼠液最通常是什麼 真的 黑漆老鼠 真的 黑漆老鼠 風狗症最容易有什麼 在哪裏出現 狗 所以你下語都說土撥鼠 我說不行的 但是 還要是金神一時版 這件事 真是特發來的 我覺得 投赤一下 免費的報章 免費的報章算了 他可能人手少一點 收費的報章那怎麼辦呢 明報 你猜就應該關心政改 今天人大常開會談 誰不知道 明天 浪三架 你有多少看到明報 真的說浪三架 很民心 雖然 浪三架掉下來很危險 但是 又不可以算是很大聲 人大常會今天真的開會 但是今天談程序問題 明天才談到政改 明天談政改 今天已經做了新聞 先說新聞 真的升到 真的 這個就在猜出雜人數 是2-3人還是2-4人 那也算了 五大環球基金 廖港股未升完 是 未升完 也是新聞 這個是經濟 經濟日報就是這樣 是 蘋果 香港沒有新聞 去澳門 搞到要澳門的公投新聞 老實說澳門公投真是 細規模很多 都要強行拿來做新聞 另外還有 文匯報 不可能是新聞吧 肥佬禮一家 七本英國護照 繼續文匯報特色 下面的圖真的跟上面的頭板 是完全沒有關係的 下面就是五國聯合軍演 那就是和平使命2014 他都用和平這個字 和平使命2014是軍演 那你猜中央怎麼看和平佔中 所以真的 你自己說 他這樣理解和平 東方這個 都是很客人的 但嚴格來說 又不是那些很即時的新聞 就是80呎的劏房 竟然 八千元元租 每一呎 一千元 真的挺貴的 真的離譜 德庫道西的軍益大廈 租給一些 一間房子開四間 是的 這個還叫軍益 平均的軍 還軍什麼益 根本是毒食 還軍益 所以我也覺得 今天很多不是新聞 但老實說 其實分分都有一宗大新聞 就是三藩市地震 六級地震25年來是最厲害的 其實分分都有少少版位會說的 另外經濟日報有條邊 然後免費報章也有 免費報章也有 免費報章也有 免費報章在這裏 情報就沒有 這裏 頭條日報在這裏 分分報章也有說少少的 AM730是這條灰色邊 唉 如果你用解冠心患學的精神 在這麼多新聞裏 我覺得真的有一個答案 就是明寶 好 明寶就說 剛才我說明寶的記者 很少這些新聞 我們就來講講 既然他這麼難得 浪三架 政府嫌打過場浪三架 是 政府嫌打是否一個答案呢 浪三架太長 最大的問題是 他會可能影響到建築物的結構 怕他 不是啊 不是啊 那是什麼 是怕他跌下來摘傷人 但其實呢 我想說的一件事 就是大家看這張照片的時候 讓大家看看 其實就看看你 在哪一個位置放你這個浪三架 但其實你看浪三架的面積 總體你說掛多少件衣服 可能是同樣的 只不過你這裏 在這裏凸出來 所以你是少於兩尺半 但是你一個位置窄 那裏凸出來 你就超過兩尺半 什麼意思啊 同樣的面積 但是你是用這裏凸出來 那這裏就長 你同樣的面積 你用這邊黏在牆上 哦 即是這樣 你可不可以當我是一棟大廈呢 可以 如果我是一棟大廈 浪三架是這樣突出來的 是的 是不是看得到啊 清楚不清楚啊 那就會太長 因為這樣太長 那就會影響到隔壁的建築物 或者你自己本身自身 但是如果你看到我這樣 立刻看到鏡頭都距離你遠很多 這個就長一點 對著你喉嚨的 你這樣呢 就立刻肩膊都碰不到 是的 即是如果我是一棟大廈 業主決定這樣安裝浪三架 還是這樣安裝浪三架 是有關係的 已經加上很遠了 這樣就違法的 因為你超過了一個長島 不過這個你說鹽打是否真的有用呢 其實有幾個問題 第一就是 有很多浪三架 有些業主說 喂 收腦的時候都是這樣 是的 那你收腦的時候都是這樣 那些可能已經是 因為發展商跟你裝了 是啊 可能是抓不到的 問題就是 我們要去想的就是 究竟你現在要去鹽打的時候 其實是否真的確定到 他們真的影響了那個樓宇結構 或者他們真的有危險跌下來 如果不是的話 其實是不是 其實也有專業人士說過 就是 是不是可以真的去查一查 做多這個功夫先 然後才去決定 拆還是不拆 沒有 老實說 你的村屋高了 丁屋高了一層 你也有機會給它 潛建 豁免 整個玻璃房也有豁免 是不是 浪三架其實是否可以 整個豁免的制度呢 如果它不會真的倒下來的時候 其實不是豁不豁免 問題是他們 我們要看看 它有沒有影響得到 就是有沒有機會掉下來 那些 慢著 要先問問你 你自己家裡有沒有一些僭建 要是 要被告給的浪三架 這個 我們在家裡 是做這件事的 不是需要 把它抖出來 不是抖出來的 所以你沒有這個 就是利益衝突的 沒有的 沒有利益申報 我都沒有的 基本上我不浪三 因為你有個衣服 對 拿出去磅洗乾洗 就算了 所以我們就沒有利益衝突 不過你說嚴打 是一個很直接 會想到的答案 但是不是最好的答案呢 肯定就不是最好的答案 因為第一 你根本就拘不完 你哪有這麼多人手 拉浪三架 拉浪三架 是不是 沒有啊 你都是選幾個來打 或者選幾十戶來打 或者拿幾十棟大廈來打 就是已經效油 是嗎 但是你都是 現在你說15萬戶違規 這個是最少估計 你不可能都拘得了 所以這個 所謂嚴打 其實你都可能是15萬戶 佔了很小的分比 你倒下來都是危險的 其實他這裡說的 剛才我們還沒提到的 就是要嚴打 其實是支樓 你公屋那些 其實都 一樣有 你說得對 公屋那些一樣危險 是不是 如果公屋 強行裝下去 但是他不受現在這一次的處理方法的影響 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是公屋 或者資助房屋 裝下去 就不是輪到屋宇柱去管 除非你那間公屋 你是買了 是的 但是那些他都不會 通常那個屋宇柱都不會管到那裡 所以我覺得 真是有效 如果真是怕它掉下來 壓制人的方法 是的 就要靠 業主立行法團 找他們 接著呢 刊登一個黃綁出來 誰犯規的 是的 本大廈就有這些壞孩子 他們就凸了出來 然後你介入論社見到 就有效 那些欠租 欠管理費的東西 通常 欠租的話不會 欠管理費 欠管理費 會用這個方法 你有沒有這個經歷 因為其實我們那棟大廈 或者那個屋苑 都不是用 大部分都不是這樣的 但是有時候 我們會在窗裡 因為有陽光曬 有通風 就在窗裡掛衣服 都會被管理處 我們那個物業管理公司 拍了照 在這麼多棟的大堂 和電梯裡面 這樣會影響我們屋苑的形象 是的 有效的 有有有 所以中環也是要免的 你曬它出來 自然 不行 可以正常化住 所以你說鹽打是否有用 鹽打我不介意的 但是肯定不是最有效的方法 反而你應該是 住得在這些屋苑 當然是要免的 你讓它出來 可能是更加有效的方法 還有看 如果真是 最怕它掉下來 如果鹽了是沒有問題的 其實可以考慮 可以考慮 是不是可以有一些 過渡期寬限的豁免措施 好 渡航 會 有